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积是物体占据空间的大小 当我们把厨放在空房间里 厨就占据了房间的一个空间 所以厨是有体积的物体 那如果我们把石头放进房间里 石头会占据空间吗? 石头也会占据空间 所以石头是有体积的物体 那我们该怎么测量石头的体积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测量体积二 我们先来复习上周所学的测量液体 同学们,可以告诉老师 图片中的液体的体积是多少吗? 图片中的液体的体积是 15ml 那这张图片中的液体的体积是 40ml 同学们,你都答对了吗? 石头是有体积的物体 但是石头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 螺钉是有体积的物体 螺钉也分很多种 形状大小也有不同 钥匙是有体积的物体 钥匙也有很多种类 形状大小也都不一样 石头、螺钉、钥匙 种类很多 大小、形状都不一样 这种物体我们称之为 没有规则的体积 没有规则的体积 没有固定的形状 也没有固定的大小 同学们,如果你手上拿着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是没有规则的体积 那你该怎么测量这块石头的体积呢? 我们知道石头是有体积的物体 石头会占据空间 当我们把石头放进水中 水位会上升 所上升的水位就是石头的体积 这种测量石头体积的方法是排水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利用凉桶来学习排水法 我们先在凉桶里放入100ml的水 接着我们把已经用线绑好要测量的物体放入水中 接着我们要读取上升的水位 当石头放入水中 水位上升至120ml 然后我们要用水和石头的总体积 120ml减去水原本的体积 100ml 120减100等于20 所以石头的体积是20ml 石头是固体 所以要把ml换成cm3 石头的体积是20cm3 同学们,你都学会了吗? 接下来这道问题由你回答哦 量桶里原本水的体积是20ml 放入石头后,水的体积升至到35ml 同学们,石头的体积是多少呢? 你可以开始计算咯 所以石头的体积是35ml 减去20ml 35减20是15ml 石头是固体 所以要将ml换成cm3 所以石头的体积是15cm3 接着,我们要用液水杯来学习排水法 首先,我们将水倒入液水杯直到水满为止 然后,我们在液水杯的导管旁边放一个凉桶 接着,我们将要测量的物体放入液水杯中 让水流到凉桶里 液水杯所溢出来的水都跑到凉桶里了 所以凉桶里水的体积就是我们要测量的物体的体积 所以石头的体积是100ml 石头是固体 所以我们要把ml换成cm3 石头的体积是100cm3 同学们,你都学会了吗? 接下来这道题目有你回答哦 加油! 我们将液水杯的水装满 一开始,两桶是没有任何水的 然后我们放入石头 同学们,你可以告诉我石头的体积是多少吗? 你可以开始计算咯 所以石头的体积是15ml 石头是固体 我们要将ml换成cm3 石头的体积是15cm3 同学们,你都学会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一共学习了两种排水法 第一种,我们需要量桶 我们利用水和石头的总体积 减去水的体积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石头的体积 第二种,我们要利用溢水杯和量桶 我们只需要计算溢出溢水杯到量桶的水的体积 就能够找到石头的体积了 其实排水法也能够测量有规则的物体的体积 但是同学们,你要确保整个物体是完全进入水里的 这样才能够准确地测量物体的体积 现在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 1. 体积 体积是物体占据空间的大小 没有规则的体积 有石头、螺钉、钥匙等等 测量没有规则体积的方法 排水法 1. 利用量桶 用水和石头的总体积 减去水的体积 就能够找到石头的体积了 2. 利用溢水杯和量桶 只需要计算溢水杯所溢出的水的体积 就能够找到石头的体积了 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 同学们,你都学会了吗?